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鄭和 鄭和出行 《明史宦官傳》所記載的 第一個宦官就是鄭和 但記事非常簡略 缺失史事細節 而且有不少偉漏 根據明實錄的記事 以及福建、蒲田、梅洲島 天后宮的悲記 可以得知 鄭和在永樂元年 曾經奉命出使遷羅國 也即是今日的泰國 永樂二年四月 南籍帝松江、浙江寧波 接連受到倭寇的侵擾 永樂帝派遣鄭和出使日本 和莫府大將軍 竹利二滿交涉 謀求合作 宿稱《倭寇海盜》 鄭和船隊 從蘇州泰創劉家港出發 到明波相聚港 然後橫到東海 最終到達京都 鄭和得到竹利二滿的承諾 盡力搜捕海盜 鄭和順利完成使命回朝 第二年 逐離二滿將 布德的海盜頭目二十餘名 押送去明朝 永樂帝非常高興 將海盜頭目交還日方案律處置 鄭和在永樂初年 擔任內官監掌印太監職務 內官監是負責工廷、營建 以及各種工程的部門 地位僅次於斯麗鑑 永樂初年 皇室有兩項最重要的工程 其一 是永樂帝準備將首都由應天府 遷往他的龍興之地 北平府 於是 必須在北平府擴建宮殿 建造各部門牙柱 將北平府規劃為新的首都 其二 是建造船隊準備遠航出海 弘揚大明國威 鄭和被任命為內官監太監 可見永樂帝對於他非常信任 古今風雲人物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國 張卓賢 大家好 我們繼續講鄭和的故事 上次講到鄭和的老闆 即燕王朱帝 出兵清君則靜國難 經過四年的苦戰 最後結果突破建文帝的防線 攻入當時應天城 入城之後 建文帝據說自焚而死 燕王自己登位做了皇帝 大使清洗建文帝身邊的民官 和他們的家屬 據說受到所謂名城祖迫害的人 是數以萬計 很多這些官員的家人 是受到殘酷的對待 不但要投入監獄 男性就斬頭 全家抄斬 女性賣入清樓 妓院做妓女 據說有些大臣的太太 五十幾歲 還要逼她在妓院做妓女 有些工臣的女兒 十幾二十歲 硬硬監她做妓女 被那些軍人 一日數以幾十個軍人輪流 我們叫做什麼 為安婦 最後結果大肚子 那些主管人向永樂帝 問他應該怎麼處理 永樂帝用很刻薄的說話說 他說這些龜兒子 有他生兒子出來 世世代代做龜兒子 這些紀錄 是在明朝人的筆記裡面紀錄的 有些工臣的太太 捱不住屈辱 死了 朱棣下令把他們 扔去荒山餵狗 所以有些人說 朱棣這個人是非常殘酷的 但我們也有一件事 我們要知道 在政治那個 矛盾重重的社會裡面 你如果不是一個 非常之苛刻 有膽式的人 是很難勝利的 所以這個勝利者 是有他的因素在 但問題來了 既然朱棣是做了這個新的皇帝 那他怎麼處理這個 衛帝和他的文官的集團呢 於是他有一個命令 凡是跟我合作的文官 招救錄用 當時大臣裡面有很多人 在建文年間中進士出身 譬如楊榮 這個楊士奇等等的人 這麼幼稚 都是建文帝身邊的一些 所以我所謂的大臣文官 就率先向這個永樂帝 新的皇帝 是表示效忠 所以後來仍然重用這些人 而反為呢 率先投降給他的李景龍 這個人 真是簡直叫做什麼 出賣他的表質 來投降 初時封他做靜難功臣 第一名 誰知那兩年之後 被人彈劾他 說他貪污舞弊 就將他革職 最後結果呢 也都會借其他的罪名 這個永樂帝 將李景龍 就是囚禁的監獄裡面 最後呢 死在這個監獄裡面 所以我可以看到呢 賣主求榮的人 又不一定是好結果 而另一方面呢 他有說法 燕王朱棣的大舅爺 徐輝祖 是徐達的長子來的 因為永樂帝 就是燕王的元配的太太 就是徐達的女兒 所以徐輝祖是他的哥 徐輝祖知道他的妹夫 成為新的皇帝之後 又有人叫他 不如向新皇帝 叩頭謝恩 誰知徐輝祖 一句話都沒有說 不見這個朱棣不得知 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都沒有再說過一句說話 所以我所言之 徐輝祖 對這個建民帝 其實都是懷有一片忠誠的 他那個姐夫 譬如梅恩 鎮守淮安 應天城破 於是永樂帝召他的姐夫 梅恩回來覆命 永樂帝見到姐夫 梅恩之後 就說 傅馬勞虎 傅馬 你鎮守這個淮安 太辛勞了 真是多謝你 歷來做這麼多辛勞的事 誰知 這個梅恩 答了一句很有刺激的說話 他說 可惜奴兒無功 嘩 這個朱棣一聽見之後 對她那個姐夫 非常之 恨之刺骨 過了幾個月之後 冬天來了 大家知道朱棣入城的時候 是農曆的6月13日 天氣熱的時候 到了冬天來的時候 有一次梅恩 早朝 早朝是大約四點鐘 太陽未出 已經在五門外面等候 於是梅恩就在五門外面 金水橋邊 準備要 大家知道 皇宮前面有條河 那條河邊 就在等候皇帝傳子 進去朝見 在等待阿仇 突然有幾個大隻佬 衝前 將梅恩一手 推到河裡面 天氣又冷又黑 那些人拼命罵 罵出來的梅恩已經死了 於是可想不知 有人就說 是永樂對梅恩 採取這種暗殺的手段 當然沒有證據 於是她姐姐 那個蔣公主 整天都走到宮中裡面 大罵這個永樂弟 你害死我老公 麻煩你賠回老公給我 搞到永樂非常之尷尬 在這種情況下 可想而知 永樂奪偉 是在當時的民臣 當時的貴族之間 仍然引起很大的爭議 張宇國說了很重要的一點 雖然我們說中間他們是宿逐之間的競爭 即是文帝和二蒙 朱棣雖然贏了 但是他這些其實都是謀反 都是以下犯上 所以在中國這麼多年以來的這些謀反者 你去支持他 本身是失了氣節 而且有名一代 氣節是非常之重要的 即是就算明朝有不少的文人士人 死不怕 酷刑也不怕 但失氣節就很怕 當時的明朝是非常之明顯的 所以幫成祖 還是不幫成祖 已經是當時的不少士人 很大掙扎的一件事 尤其是那些很年輕的 正正是正早上位 如果是餘生的年輕人 就要面對 如果不跟成祖合作 可能他將來人生 就沒有機會入朝去奉仕 所以在這件事上 不少士人就不幫明成祖手 成祖要做事做行動 很多時也要找之前一直幫他的宦官 要宦官幫忙 此其一 也要找一些民神幫他忙 但他不信任民神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明成祖就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民間的流傳 原來衛帝是未死的 當時未叫衛帝 是建民帝 或者當時的建民軍 衛帝是後來到了南明的時候 南明的統治者 追封建民帝做衛帝 在明朝當權的時候 建民帝都未有衛帝這個名稱 所以如果看電視劇 有電視劇看到明朝的人 將建民帝叫做衛帝 其實一定是假的 到了南明的時候 明朝亡國之後 一些明朝的遺臣 只要替他追加他的名號 這個傳來的消息 原來建民軍是未死的 而且有個說法 就是他當時在宮中 因為太早知道燕王必定會謀反 所以就留下一個錦囊給他的王太孫 他說萬一有什麼變故 打開錦囊 據說建民軍 見到朱大入城 於是打開錦囊 錦囊裡面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有一把剃刀 第二件事有一套袈衫 第三件事有一張盜蝶 這個盜蝶就是和尚的身份證 裡面用了某某人的名字 剃刀大家知道用什麼 叫建民帝 剃頭做和尚 以和尚的身份秘密地出宮 當然出宮的時候 有很多的將領 御林的軍隊 和當時親信的宦官 保護著他出宮 上天已經說過了 太子朱文徽是失蹤的 當時有五六歲的 但是歷史上就沒有說過 朱文徽究竟去了哪裡 沒有提過 所以後來有一些歷史學家就認為 是位帝 後來的位帝 將朱文徽帶在一起走 去了哪裡呢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不過最近有些歷史學家就發現 原來在湖南省的山區裡面 有些人的家族聲稱自己 世代相傳 是姓朱的人的口銳 但是是誰後來的 他們不敢說 也都沒有說到 最近有些人查探他的背景 就發現原來在湖南省的 中部的山區裡面 有很多家族 都是和明朝紅武年間的御林軍 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而這些人包括哪些人呢 包括著名畫家齊白石的祖宗 原來齊白石的祖宗 是明朝的御林軍的軍官 不知道為什麼呢 走到湖南 在湖南的時候就定居下來 而且呢 他周圍地方都有幾家人 他的祖宗和這個明朝的初期的御林軍 軍官有關的 所以有些人就認為 很可能 朱棣和他的太子朱文徽 是逃亡到民間 流傳一些血脈 這個情況之下 民間流傳了個故事 原來這個建民軍是未死的 古今風雲人物之鄭和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剛才阿張說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湖南傳聞 其實當時也有不少傳聞 有些人說他逃去今日的福建 有些人說他就算他出海 走了出海 去了某一個地方 出洋 大家記得之前我們常常都說 太祖遺犯很重要 而明成祖自己也說 阿朱你為什麼這麼傻 我只是來拜訪一下你 清了你旁邊的神 就給皇位給你 其實太祖明訓也有說 當朝務精神內有奸惡 即是說有這些人體神 王就奮兵待命 統兵討伐之 祭平之後收兵於刑 王朝天子而還 即是說 只要文帝當時出來的話 阿成祖扣頭就回歸 如果你跟太祖遺犯 所以合法性或者那件事 會變得很麻煩 當然我們不相信 那麼強的成祖會 當時還會退 但是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成祖聽到這些消息 他會有一些騷動也是正常 這個永樂 據說 有人說 傑文君未死 於是 有人說他四爲想打探 去了哪裡 不知道 隱瞞得很重要 但是 有一個說法 就是後來 永樂帝 是派鄭和 航海海外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走沉 建民軍的下落 鄭和當然 上次已經講過了 他在這個 靜蘭的戰役裏面 立了重要的軍功 給永樂帝 賞賞的姓鄭 而且 後來也做了內功鑑太監 內功鑑掌握 宮廷裏面的建設 建築 營造 這些職責 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而 而 明成祖對一個地位 這麼重要的人 都派他出去海外出事 原因何在呢 於是很多人就推測 包括 後來這個政史裏面的說法 就是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找尋 這個 建民軍的宗跡 在永樂元年 其實 永樂帝已經派鄭和出事 那次出事在哪裏呢 在這個暫落 這次的記載 在史書裏面 並不太清楚 而只不過呢 是在這個福建的微洲島 裏面呢 就有一個石碑 記載了 這個鄭和曾經奉旨 去到暹羅國出事 去到這個廣東省的一個七星陽的時候 遇到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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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鄭和的船隊很害怕啊 因為遇到颱風 那就隨時會沉船的嘛 那怎麼辦呢 於是向天吐槓 大家知道 中國以前的水手 中國多數都是福建人嘛 福建人最信任的海神呢 就是天后娘娘 當時叫天妃娘娘 都未是天后的 那於是似乎呢 就向天妃娘娘討告了 沒多久了 風平浪靜 那就解決了他的危機了 於是呢 鄭和在回程的時候 回到微洲島 對這個天妃娘謝恩 然後呢 立碑來紀念 那石碑呢 到今天 還保持在這個微洲島的 因此的緣故我們知道 原來鄭和 在這個永樂元年的時候 曾經奉命去到遷落 那第二年呢 鄭和又奉命去到日本 去到這個日本的神戶 由神戶轉去京都 和這個日本的祝利二滿的大將軍 是談判一件事 就是要怎樣呢 要祝利想辦法解決 那些人 澄江和南直帝 倭寇問題 倭寇就是海盜 那這些倭寇呢 其實就是日本 一些失業的武士 為了搞沉生計 於是那四處打家劫舍 出海來做海盜 那他們呢 在這個明朝初年呢 去到朝鮮 去到山東 去到中國的浙江 和南直帝的沿岸 一直到福建 到处劫略 还勾结了这个方国真的余党 对这个明朝的沿海威胁很大 于是有可能 建文帝 在一个这样的黄化之外的地方 坐船 或者经过宁波或者福建 然后辗转去日本 有这么可能性的 于是永乐帝就派郑和 去到这个日本出事 看看如何和足利沿门 谋求宿称这个海盗 也都可能找尋建文帝的终跡 当然我们说很多大的历史事件 或者这么辉煌的郑和夏西洋 未必会是一个单一的理由 刚才我们说 有些人说是经济 有些人说是一个外交理由 但都有可能 也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有个心病或者心安 都希望顺手看一看 究竟有没有可能性呢 都会看都有可能 刚才张古长所说了 就是郑和出事的一些行动 也有说到郑和本身 我们一直都说的伊斯兰人 就是中亚的人 我们说为何最后找郑和去夏西洋 其实跟当时他们掌握的一些技术有关系 刚才我们都说 郑和是负责宫廷做的一个营造的 就是做建筑、器具的一些东西 里面需要一些所谓今天所说的理科知识 数学、历法、种种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之前我们都说过 朱元璋最初是禁蒙古人、色木人去做朝廷官职 但同一时间在洪武元年的年尾 已经解放了这个禁令 为什么呢 就是他发觉原来当时留在北京的很多天文的仪器 那些东西 需要有蒙古或者色木人才能使用和控制 简单说就是留在北京的一大堆的书籍、知识和经验 是需要靠这些色木人去做处理 很明显正和在这里有一个角色在里面才能做到一个这么大的官职 造船、起船、天文 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芬仪、天星图、针图、针图、针位 这些天文、航海、建造有关的知识 要一个人去统合 可能正和就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人算 正和其实这个人虽然他是伊斯坦人教教徒 他小时候是智坦人教徒 但是他入宫之后 大家知道宫廷里面是信佛教比较气氛浓厚很多 而且你知道宫廷里面的所谓施承的关係很重要 就是说小太监入到宫里面就要跟大太监 大太监信什么教你跟他信什么教 所以宫廷里面就有很多我们所谓的佛教徒的太监 太监里面信佛的风气是非常强的 我们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跟曾卓然去过北京房山 在房山的山居里面我们发现了一间庙 庙里面有一块石碑 石碑原来就是在这个名宗业的时候 有一群的太监为了自己死后 能够安葬在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山区里面 就捐钱起了那间庙 而那个庙里面有一块碑 上面就有上百个太监的名单 整班的名单里面 挂头牌的人就是郑和 那个碑还在这儿 我们亲自去摸过那块碑 现在还有一路到后来的王振 王振的名字都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 淮恩的名字都在 可想而知 这个郑和在太监群中的影响力是很深厚的 究竟郑和 后来为这个名城组 或者永乐帝 做了些什么价值有贡献的事呢 留下一次好吗 好 再见 好 再见 古今风云日物 编导 冯杰 韦佩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二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